早上... OK,我們華為平板 OK,這是華為的Media Pad 哇賽 我們試著開機看看 華為MediaPad 這是可以通話的平板 有夠酷炫 現在平板哪有辦法打電話 這可以裝SIM卡 這個平板電腦可以裝SIM卡 這是什麼華為神奇的東東 哇塞 那一樣這個平板 那一樣這個平板的硬體啊 整個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只是它的Android版本太爛了 我們來看看它的Android版本 到底是多少呢 4.2.4.2.2 這個Android版本是4.2.2 真的是超級古老 這根本沒有辦法裝什麼 是Jelly Bean 哇 這個是歷史啊 那一樣我們就這個硬體還 那一樣這個硬體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把它拿來當作一些什麼 offline的播音樂啊 還是幹嘛的 看影片啊 幹嘛的 的一個裝置 或者是當行動電源也可以 我記得這個電池蠻大的 然後它又可以反向充電 雖然它是micro USB 不知道可以 那一樣我們這個硬體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因為軟體太舊 我們就把它先放一邊 不要先把它拆掉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offline 像是音樂啊 或是幹嘛的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神奇的 呵呵 好啦那這個硬體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不拆它 因為還可以用啊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當 什麼播放音樂的東西啊 就是藍牙音響的東西啊 或者是幹嘛的 我們就再想辦法 想看看要怎麼如何使用這個 神奇過勞的Enjoy裝置 那下一支這支手機 這個是ASUS的Zenfone Deluxe 3 那下一支這個是ASUS的Zenfone Deluxe 3 那因為我一直狂用這支手機 然後讓它的電池已經膨脹 然後它自己把它的手機撐開來了 超級可怕 就是因為我看到這個電池已經膨脹了 然後把電池撐開來 我才想說要這個計畫 把這個所有舊的手機 把電池全部取出來 因為這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炸開來 我也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支手機拆開吧 它的硬體是沒什麼問題 螢幕破掉 但是硬體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電池炸開來 我就把它拆掉吧 安全比較重要 所以 嗯 嗯 OK,拆開這隻手機 哇塞,這個金屬背蓋還不錯的質感 哇塞,你看這個一體成型的金屬背蓋質感還不錯 OK,你看這個電池已經膨脹,已經膨膨的 跟我剛剛那個舊的電池一樣,都是已經膨膨的 看起來蠻可怕的 那現在是冷的狀態已經膨膨了 然後我們一使用它整個會這樣子撐開來 然後把手機螢幕跟北蓋自己撐開來 真的是超可怕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排線 上下主機板的排線給它拔下來 電源的排線把它拔掉 電源的排線把它拔掉 好,大根切腔 不會瘋了 國外場的檸檬 很快的 Rem wollen 這個年齡也非常非常的簡易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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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醜醬汁 醜醬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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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电池真的是爆炸难猜 我已经把这整个电池揉烂了 真的是超可怕 随时都要爆炸的状态 这是3000毫安时的电池 已经被我用到炸开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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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嗯 下一支這個是小米的Pocophone 那 那这一支 那下一支 那下一支這個是 小米的Pocophone 那它真的没有什么问题 除了 除了 那下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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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米的Pocophone 那它的被盖 已经被我拆开了 因为它的硬體 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你如果重开机 它就会 没有办法开机 那你要把我们的电源排线拔掉 然后插回去 它就又可以再重新开机 但是我这样重复用几个礼拜之后 它真的 完全没有办法开机 它现在是 零开机都没有办法开机的状态 这已经 回天乏速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 这个电池拔掉就好 那这个看起来 有一个电池拉的设计 我们来看看 它还有电池撕开的说明 这个应该是我这手机 应该是最好拆电池的一个 它还有说明 先叫你把A拉起来